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莫无忌担心地叫了一句 我 我没事 行黄微弱的声音传出来 虽然那声音沙哑微弱 但是莫无忌却可以从他的声音中听出他的激动和喜悦 不等莫无忌下去帮他 他已经坐了起来 随即狂卷的灵气迅速被他吸收 莫无忌清晰地看见了行黄的伤势正在消失 同时他周身的气势亦是暴增起来 莫无忌没有去打搅行黄 再次开启了护宗大阵 然后回到了有九条灵脉悬浮的灵物池 他自然不是修炼 而是要将这锁灵阵再次锁住 不过为了能让天机宗的弟子修炼 他在锁灵阵的边缘开启了一道引灵阵 将灵气引到了天机风 至于其余的腐风 暂时灵气仍旧被锁住 天机宗的实力还是太薄弱 这种恐怖的灵气修炼之地 可不能随随便便全部开放出来 五行玉城 除于五行荒语之外 原本这里只是一个露天房式类型的交易场所 这个交易场所更像是一个巨大的广场 广场周围是各大宗门的地盘 几次五行荒语的开启 让这里渐渐形成了一个人群集中的所在 在域外修士被赶走之后 真末大陆的强者更是达通了五行荒语 到真末大陆的通道 百宗联盟就用从域外修士那儿获得的财富 仅仅用十亿年 便在原先的露天区域建造起了这个五行玉城 五行玉城纵横百里 也算是个不小的修真城市 五行玉城一建成 就有无数的商家和宗门 想抢夺这里的商楼和地盘 不过类似的行为立即就被制止了 除了五行玉城边缘的一些住宅区之外 商楼和灵气浓郁的位置 全部都被保留了下来 因为五行玉城之所以能建成 主要裁员是来自于域外修士 所以对五行玉城的具体分配 各大宗门也认为必须通过 百宗联盟大会的形式来进行 绝不能忘了那些 为保卫失落大陆做出了贡献的宗门 临近百宗联盟大会 五行玉城来的人是越来越多 和之前五行玉开启不同 现在进入五行玉没了限制 只要等百宗联盟会议之后 任何人都有机会进来 五行玉中连真神之花这种宝物都有 更别说别的宝物以及修炼资源 事实上在五行玉刚打开的时候 有过一段混乱的时期 那个时期任何人都能进入 也有许多人从其中带出来了大量的宝物 所以这百宗联盟的大会 没有人会不在意 这天正是百宗联盟大会开启的日子 百宗联盟为了让所有宗门信服 也让所有的修饰打消一意 这次大会采取露天的形式 百宗联盟大会 直接在五行玉城新建成的五行玉城广场上举办 在这广场中间 有一个可容纳数千人的会议园坛 会议园坛有扩音法阵 只要在园坛上说的话 都可以瞬息传遍整个五行玉城 任何来到五行玉城广场上的修饰 都可以聆听大会内容 就算是不来广场 只要在五行玉城也能知道大会的内容 尽管五行玉城广场中间的会议园坛 还只有几个负责修士正在忙碌 但五行玉城广场上早已是人满为患 大家都在等着百宗联盟大会正式开始 一条白宇石铺成的通道 从五行玉城的门口 一直延伸到了广场中间的会议园坛旁边 五行玉城广场虽然人满为患 但却没有人敢站在这通道上 所有的人都清楚 能从这通道走到园坛上的 不是一方强者 就是一宗之主 寻常人若是敢站在这通道上 就算是被杀了 那也实属正常 看 问天学宫的封院长来了 人群中又人低声叫了出来 此刻嘈杂的广场也寂静了下来 在封院长身边的是问天学宫 道门的道主曲江源 还有问天学宫的护法 哇塞 第二个过来的是大眼宗江宗主吧 看起来可真年轻 太潇洒了 那第三个过来的是谁啊 看起来有点像是天极殿的宗主啊 不不不 那是神耀宗的宗主秦佛宇 听说秦宗主不但是虚神强者 还是顶级的帝丹师 估计是五大帝国第一单道强者了 第一单道强者 你将问天学宫丹塔的玲珑婆婆放在何处 我可是听说 玲珑婆婆可能是七品天丹师 可惜啊 听说玲珑婆婆在玉外大战之后就消失了 还有人说 她被一名玉外真神竟给追杀 无论广场上的修饰 是不是在议论 每一个走上圆坛的人都会在圆坛边缘 登记上自己的来历 登记完毕之后 自有负责这次大会的人唱名和唱来历 随着一个个强者进入广场中间的会议圆坛 圆坛上的人越来越多 五行欲成之外 莫无忌带着护法行黄和宗门商务店主庄严 也来到了这儿 已经走到了城门口的莫无忌忽然停了下来 他看见了一道熟悉的背影 从广场边缘闪了过去 庄严 你先去圆坛上 将我们天玑宗的位置站好 记得不要坐到太高后 这次关系到我们天玑宗的利益 新护法 你和我一起来 莫无忌说完 迅速激进了人群之中 若是看见一般的人 莫无忌也就算了 但这回他看见的背影 就算是烧成灰他也记得 那个歹毒的女人 尽管烟尔因获得福 获得了五行便衣灵根 但若非他去五行荒域拼死拼活 烟尔早就死了 这个女人将烟尔带走转嫁灵根 现在他出现在了五行玉城 莫无忌会放过他 那才是怪事 庄严 你干什么 人群中一个尖锐的声音 忽然叫了起来 这个声音顿时吸引了众多的目光 此刻众人才看见 走在白玉石通道上的庄严 在众多的强者和掌门宗主之间 庄严实在是太突兀了一些 庄严下意识地停了下来 他已经看见了叫他的人 庄家的庄杰 也算是他的堂姐 在庄杰身边站着两个人 一个正是当初和他一起前往天海的齐文轩 另一个也是庄家的人 他的堂叔庄远童 庄严看见庄杰和齐文轩站在一起 嘴角露出了一丝淡淡的自嘲 齐文轩不但资质不错 而且为人还极其体贴 当初来到庄家之后 庄杰就曾经对齐文轩展开过激烈的追求 只是齐文轩最后却喜欢温柔善良的庄严 因为这个庄杰一直看庄严有些不对眼 让庄严没想到的是 他在天海中看透了齐文轩的面貌 毅然离开了齐文轩 这家伙居然还去了庄家 把庄杰弄到了手里 而且连堂叔庄远童也跟在了身边 这家伙不知道如何局限了庄家的人 要知道当初除了他和庄杰之外 庄家人根本不待见齐文轩 他的父母甚至说过 他要跟着齐文轩走 就不要再回庄家 庄家也就没有他这个女儿 庄严摇了摇头 他可真是瞎了眼 没有听从父母的话 现在他也没脸回去了 当年因为不怎么出去 所以见识的也少 现在他成为了天机宗的人 见识早已不是当年可比 不要说他们的掌门师兄莫无忌 就算是蒲谦也比齐文轩强了无数倍 看见庄严只是摇了摇头 就继续向圆坛走去 庄杰更是疯狂的叫道 庄严你疯了 你知道你在干嘛吗 快点滚下来 你要害死我们整个庄家吗 就是站在庄杰身边的庄远童 也给吓住了 莫非齐文轩选择了庄杰 庄严想报复 所以要害死整个庄家 一想到这儿 冷汗瞬间遍布庄远童的后背 可是此刻庄严已经走到了圆坛边缘 他就是有天大的胆子 也不敢冲上去拉回庄严来 请贵宾出使身份卡 两名守在会议圆坛外的修士 恭敬地说着 尽管两人也怀疑 庄严是不是走错了 但在没有确信之前 他们是不敢对庄严如何的 身份卡牌是附在当初传输非信上的一张空白卡片 天机宗有三个参加名额 至于谁参加 只要在空白卡牌上填写上自己的名字就行 庄严取出了自己的卡牌 递给了问话的修士 这名修士看了卡牌后 立刻伸手引导 啊 庄店主请 等庄严走向园坛 另外一名修士才大声说道 天机宗商务大殿店主 庄严 进入会场 听到这个唱名 不但是庄杰和启文轩带住了 庄远童也带住了 天机宗商务大殿店主 庄严不过是一个小小家族的弃女罢了 什么时候转变得这么快 变成了一个宗门的店主 片刻之后 庄严童就激动起来 庄家的庄严成了一宗店主 而且还有资格参加这百宗联盟大会 那岂不是说 庄严有了一定的权力 掌控进入无形荒域的名额 不可能 这怎么可能 庄杰也反应过来 依然在喃喃自语 从小他就要处处压住庄严一头 唯一的一次失败 就是启文轩被庄严给抢走了 可就算是这样 他依然再次抢了回来 现在又是怎么回事 庄严成了天机宗的店主 还有机会参加百宗联盟大会 这怎么可能 很多不认识庄严的修士 都是暗自羡慕 庄严看起来如此年轻 居然是一个松门的店主 这人比人实在是太气人 不朽凡人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和粘水校为您播讲的 不朽凡人下一集 不朽凡人下一集 好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